姐姐阿珍早上起床后发现 最小的弟弟居然睡在屋外的铁箱里 她非常理解小弟弟为什么要睡在铁箱里 最近几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弟弟总能看到去世的母亲回来看他们 阿珍也遇到过一次 她正在餐厅忙碌的时候 一辆轮椅滑到了她身边 她听到身后轮椅响 回头看的时候 发现轮椅居然是空的 而对面餐边柜的玻璃上映出了母亲的样子 受不了的阿珍找男朋友帮忙 让男友骑摩托把她送到城里 找一个远近闻名的通灵大师 大师一语道破天机 去世的母亲之所以频繁光顾 是因为放心不下她最小的儿子 阿珍回去后和大弟弟六峰商量对策 愚蠢的六峰自然也说不出什么好主意 正在讨论的时候 外面又传来了铃铛声 姐弟俩悄悄打开一个门缝 往外张望 竟然看到母亲正在往楼上来 吓得两人赶紧关上了门 这时候 阿珍的父亲正在睡觉 一翻身从旁边摸到了妻子生前用的铃铛 父亲吓得冲出卧室赶紧反锁了房门 叫上另一个房间的姐弟俩往楼下跑 在楼下找到了躲起来的二儿子 但唯独没见到最小的三儿子 这时候 外面又传来了铃铛声 阿珍赶紧过去关上了房门 只留了一条缝往外看 只见他最小的弟弟笑着从楼上走了下来 阿珍正在纳闷的时候 看到母亲在后面也跟着下了楼 父亲想出去救小儿子 姐弟俩劝他 有我们三个就够了 让弟弟跟妈妈走吧 父亲不肯 执意要冲出去救小儿子 但看到妻子找来那么多帮手 他也怂了 六风过来又拉父亲回去 父亲整个人都被吓得失了神 任由六风把他拉了回去 果然 母亲和那些帮手也没有再骚扰他们 从此父亲和三个孩子 过上了安静幸福的生活 剧终 剧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